照片上的脸好熟悉 真是最近的话题人物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 背景配上印有新政治提款机的ATM 以及被民众党质疑 容积有问题的新竹马街儿童医院 简直酸度破镖 去年新竹万圣节游行曾办ATM 讽刺新竹市长高宏安 诈领助理费的脸书粉砖 贴出预告 今年万圣节将再出动 甚至要升级变装成新政治喇叭机 就是不满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涉入金华城弊案 妻子陈佩琪对金流也交代不清 但民众党却拿攸关儿童妇女 医疗权益的新竹马街儿一 来挡枪护航 民众党上上下下都说谎成性 拉东扯西的 一下子消费这个棒球场 一下子消费这个儿童医院 那却说不清呢 自己跟财团 自己跟建商 自己跟土开商的这个绵密的关系 议员也批评民众党只会乱牵托 却交代不清自家争议 难怪政治提款机要重出江湖 而民众对提款机在上街发声 也乐观齐成 是一个愿意用不同的方式 然后让社会大众看到来表达自己想法的一个人 所以如果他有正当的意图的话 我还蛮希望他可以为自己的想法发声 但是不要就是去造成别人的困扰就好 不要他不做人身攻击 或是妨碍名誉的一些措施的一些行为上 我觉得他要怎么做 怎么说 我觉得是都可以的 也很支持的 民众党想打容积率转移焦点 不过似乎只打到自己的脸 明日新闻黄兆康新竹报道